上个月我收到了一个科普类节目的邀请 说让我去聊一聊元宇宙 说实话 一周前我对这个词的印象就是 在朋友圈偶尔会刷到的一个投资圈热词 哎呦 现在这个跟风概念这么浮夸呢 于是我果断回了一个 不感兴趣 但是发完这个消息 我突然就有兴趣了 我好奇的是 对方为什么会认为我懂元宇宙 于是我决定刨根问底 吓到大大小小的投资人 得这个游戏公司就问 这游戏是元宇宙吗 上到以Facebook为首的互联网巨头纷纷入场 甚至直接不叫Facebook了 改叫Meta Metaverse的Meta 整个转型 这个词感觉越来越不只是一个 投资圈炒出来的热词了 那么元宇宙Metaverse到底是什么 这个有点未来感的概念 任何人都很难说有资格给它定义 目前有那么几种观点 首先是这个词最早的来源 来自1992年的科幻小说雪崩 小说里Metaverse是一个虚拟的城市环境 这个虚拟世界中的土地可以被购买 并在上面开发建筑 Metaverse的用户可以通过虚拟现实眼睛进入 并与彼此或软件客户端进行交互 这感觉就跟我们熟知的 投好玩家里的游戏 绿洲差不多 所以 现在大家在聊的元宇宙 就是这个吗 一个更大 更多人参与的MMORPG 画面更好 更沉浸的VR世界 一开始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 就觉得 有人 没玩过几个游戏 就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 可能就是有人 看到大镖科2 实施渲染的3D开放世界 逼真无比 却不知道 光是提供着百来个小时的游戏内容 二星就花了八年 看到Beats Saber和Alex 这样的VR游戏 沉浸感很强 却没实际体验它们 一个转身就出框 镜片品质影响视觉感受的实际问题 考虑到当下图形技术进步之缓慢 游戏玩法限制之大 我就觉得 把游戏发展的步子卖到最大 终点大概就是元宇宙了吧 但是 仔细想一下 这些科幻作品里的元宇宙 其实都是存在于一个实体生活几乎崩溃的反乌托邦世界 大公司控制着人们的实体生活 这些元宇宙就是逃避主义的乐园 但我们现在的世界并不是赛博风科世界啊 几十亿人要把90%的线上时间都交给一个游戏 接受一个游戏公司的管理 一起为游戏内的目标竞争 这在限制中实在是不太可能 游戏最多能做到吸引很多人 却很难做到吸引社会上的绝大部分人 只能成为一个社会现象 成不了和社会平行的宇宙 所以 元宇宙 它肯定不能是由某个游戏提供的虚拟世界 既然元宇宙不是游戏 那是什么 这里开始就出现了两种 秉持着不同元宇宙观的实践派 一种是以Roblox为代表的 致力于开发元宇宙本身的公司 另一种是以Facebook和微软为首的 准备在未来为元宇宙提供服务的公司 先说第一种 大家知道 现在在美国超过半数的小孩 在玩什么吗 不是堡垒之夜 也不是我的世界 是一个叫Roblox的平台里的游戏 这个画面粗糙 物理引擎随便 人物像乐高一样的 4399小游戏合集 目前有接近两亿的月活 花开这个垃圾的卖相不谈 Roblox这个平台 允许用户使用平台提供的工具 制作3D的游戏 或者非游戏的体验 听起来有点像是任天堂的 马里奥制造 和PlayStation的Dreams 但不同的是 Roblox确实不是游戏 那它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呢 Roblox有几个关键的特点 一个是里面的游戏支持多人在线游玩 最多一个房间100人 支持社交 第二 玩家的Roblox形象和装饰可以在平台里的不同游戏中使用 都是互通的 第三 平台允许上传游戏的创作者赚取平台的代币 Roblox 这些东西加起来就让人感觉 这个很元宇宙啊 根据它今年3月上市时的招股说明书 这款产品也确实被认为是元宇宙 借此他们又提出了自己认为的元宇宙八大要素 Roblox上市第一天 股价就比发行价上涨54% 市值已经接近400亿美元 Roblox认为的元宇宙是一个关于游戏的平台 不过这样就够了吗 我觉得还不够 元宇宙是需要拉拢全世界范围各个年龄层的用户的 还要让用户足够信任它 认可里面的一切都是具有价值的 愿意往里面投入大量的时间金钱甚至是工作和生活 那它就还要满足永久存续的要素 不能说服务器坏了就没了 公司倒闭了就没了 元宇宙就消失了 这一点Roblox在招股说明书里也提到过 但只凭Roblox一家公司是无法保证永久存续的 为了实现这个永久性 我们肯定不能就围着一家游戏公司转 元宇宙就还要满足去中心化的要素 Roblox更像是一个元宇宙的demo 终究是一个单一的平台 这是很难成为宇宙的 而且如果人人都在自己做一个封闭的小宇宙 那和现在又有什么区别呢 让我们来看看另一种观点 对元宇宙有更加靠谱的设想的 是微软、Epic和原名Facebook刚刚改名的Meta 虽然在他们的宣传片里 元宇宙像一个3D的虚拟社交平台 但其实在后续采访中 扎克伯格小炸就透露了更多 关于他脑海里元宇宙蓝图的细节 扎克伯格说 他不觉得每个公司都在建设自己的元宇宙 而是所有公司都在建设整个元宇宙的一部分 比如社交平台 创作者用的工具 电商工具 元宇宙就像现在的互联网 没有人会说自己正在建设自己的互联网 或者说Google正在搭建自己的互联网 我们会说 我们在为互联网生产体验或者基础设施 这里的下一代互联网 这种更广阔的生态系统 就叫元宇宙 为了实现这样的宇宙 小扎还提到了两个比较重要的特征 互操作性和便携性 所谓互操作性 说白了就是要求元宇宙里用户的虚拟资产和形象 在任何一个体验里都要能使用 如果我拥有的这些形象 衣服 数字商品 甚至艺术品 拿到另外一个平台或者游戏里就不认了 那这些还怎么有价值 这样的体验肯定不能算是元宇宙 另外这种互操性可能还要包含和现实世界的互操作 比如用AR在现实看到虚拟的东西 或者在商店里用VR购买真实商品 至于便携性 除了我们现在介入互联网所用的计算机 平板 手机 手表等 未来至少还需要轻便的VRAR眼镜 让我们更快捷地进入一个高度沉浸的虚拟世界 要比现在的滑动屏幕更直觉 这就需要眼动检测和手势操作等技术 硬件得更好用才行 很好理解 虽然支撑这些功能的技术目前还没达成什么共识 但元宇宙等于移动互联网的下一代 这个设想 就让元宇宙这个概念变得不那么不切实际了 元宇宙目前还没有权威的定义 但这里我想引用一位风险投资人的说法 他是这么定义的 元宇宙是一个由多个实时渲染的3D虚拟世界构成的巨大网络 这些虚拟世界彼此协同互操作 这个网络可以让近乎无限多的用户同时持续地体验 并且能提供独立的临场感和数据的连续性 这些数据包含身份 历史 权力 物体 交流 和支付 这套定义意味着 元宇宙最可能的形态 应该会像是移动互联网带来的改变那样 不是要把我们从现实里直接拖走 变成网语患者 更像是现实生活中用户需求的延伸 沟通 娱乐 消费 生产需求的 更有沉浸感和临场感的延伸 那么 我们现在离元宇宙到底还有多远 我们来看看巨头们都在干什么 英伟达 在做自己的3D协同创作平台 Omniverse 要为元宇宙做操作系统 AMD的苏博士说 随时准备着 Epic 多容了10亿美元投资 用来支持未来的元宇宙开发 其中两亿是索尼投的 Facebook 改名 梭哈元宇宙 前几天微软紧随其后 说自己也在做Metaverse 在做AR 接下来也将继续发展虚拟的合作工具 中国这边 马化腾把这个概念打包 强行重新起了个名 叫全真互联网 字节跳动收购了国产VR品牌Pico 拜奇也推出了自己的VR眼镜 除了蹭热度的元宇宙公司 这样一看 巨头们确实都在高调的 或者悄悄的投资 或推动元宇宙所需要的底层技术研究 尤其是英伟达和Epic这样 到目前为止 一直都在为游戏图形提供解决方案的公司 肯定是最积极的 因为到时候 整个互联网都3D图形化 它们肯定会比现在更有影响力 硬件方面 拥有Oculus的Facebook 应该最有话语权 毕竟去年的Quest 2是第一个廉价易用的爆款VR头盔 Facebook对硬件的预期是 在这个10年里 也就是2030年之前 VR眼镜的运算性能就会和笔记本电脑部分上下 价格和应用性也会保证足够的吸引力 那个时候也会是元宇宙正式进入起跑线的时候 从Quest 1到Quest 2的升级来看 这个预期完全不离谱 至于元宇宙的经济系统 最核心的就是虚拟资产的产权问题 这个现在已经有谱了 就是AFT AFT全称是Non-Fungible Token 非同质化代币 和加密货币一样是基于区块链的技术 两者的差别是 加密货币是货币 每一枚币子性质都相同 可以切分也可以加减 而非同质化代币的每一枚代币 性质不同无法切分和加减 这也就让每一个AFT都拥有了独一无二的宝贵特性 它记录了一个物品的生产交易过程 并且这些记录难以被篡改 所以也非常安全 举个现实中的例子 大家可能也听过 有些艺术家卖AFT数字艺术卖出天价的事 今年4月2号 著名互联网表情包Niang Cat10岁了 原作者把原版GIF高清化了一下 捣吃捣吃放到一个AFT平台上出售 有人就出价300以太币 也就是59万美元 买下了这段GIF AFT技术为这张GIF提供了产权证 它能证明Niang Cat的产权归这位买家所有 AFT数字艺术交易确实是有点疯 但我们关注的重点是 AFT这样的技术可以为虚拟世界的产权 提供一个很好的认证工具 了解了这么多 好像感觉讨论元宇宙还挺有意义的 我那天在微博上看到罗永浩翻译了一篇文章 里面说大家都错啦 元宇宙不是空间而是时间 因为人类生活的数字化趋势一定是上升的 就总会达到一个时间点 让数字生活变得比实体生活更重要 元宇宙就是这个时间点 这个说法其实就是玩了一个文字游戏 就像我们说 人类文明的终点就是要变成银河帝国 所以银河帝国它不是帝国 是时间 是什么时候人类变成跨星际文明 把戴森球造好的时间 这个逻辑如果成立 那世界上所有未来科技 就不再是科技或者实体 而是时间 月球殖民基地也是时间 你真的人工智能也是时间 这篇文章虽然是一个诡辩 但这个想法的出现 背后有一个很有价值的问题 那就是对于科技来说 这种对一个热词的热议和跟风 除了在资本市场制造泡沫 和一些垃圾概念股之外 到底有没有什么正面的意义 毕竟不管怎么样 我们总有一天都会到达那里的 那篇文章的作者可能认为 即使没有元宇宙这样的热词 高新技术领域也正在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发展 比如元宇宙是需要VR 但Valve做Index 完全就是为了玩VR的游戏 跟元宇宙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反而会让很多投资人盲目跟风 扰乱行业的健康发展 比如非VR游戏不投 甚至非元宇宙游戏不投 但我还是很乐观的 应该说跑去投机 金融应该还是具有分配资源的正面作用的 人类发展是趋利的 钱往哪里流 哪里发展的就快 热词的出现可以让大家都往一个方向去使劲 可以让下一代互联网来得更快 况且小扎如果不想布局元宇宙 它是不会做出这么适合玩游戏的Quest 2的 让VR走进更多人家变得更流行 讨论了这么多 我最后想说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元宇宙这个概念可能连个时间都不是 就像移动互联网 他们从不成熟的产品 变成年轻人感到兴奋的新鲜事物 最终变成了所有人生活的日常 这种转变对普通人来说 能做的就只能是慢慢接受和适应 纵观我们熟悉的互联网 它带来了很多便利 更多娱乐和沟通方式 也带来了完全丧失的隐私 无数人的网络焦虑和冲突 未来的元宇宙可能也是这样 人们会换一个模式 工作 生活 娱乐 会催生出新的3D用户原创内容 比短视频更有吸引力 会出现新的社交方式 比即时通讯软件更方便好用 当然也会制造新的 更棘手的生活烦恼和政治问题 元宇宙这个词 一开始我也认为只是资本市场 在炒新的热度 只是把AR VR 区块链 这些已经失去热度的热词 重新打包 换个马甲 再吹一波 但深入了解 我发现 它可能比我们想象的 要更快到来 就像社交网络一样 元宇宙可能在人类的政治制度 做好准备之前就到来 让我们的生活 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可能好 也可能坏的变化 我看到一个 我很喜欢的说法 过去 互联网是人们逃避现实的地方 而现在 现实变成了人们 逃避互联网的地方 而终极的实体网络空间 如果到来 那我们的现实 又会变成什么样呢 他们是不是看了 我的Quest 2视频啊 该买VR啦 所以才觉得 我会懂元宇宙啊 推广VR设备 这么看 我也挺元宇宙的 就算去到元宇宙 三连也要给哦 她 Glace 并不得 我拍了 我拍